萨古鲁说 人们遭受痛苦的方式有两种 通常来说也就是身体层面的痛苦和精神层面的痛苦 产生身体上的痛苦的原因各异 但人类90%的痛苦都是精神层面的 即源自我们的内在 人们每天都给自己创造痛苦 受苦于愤怒 恐惧 仇恨 嫉妒 不安 或是很多其他的事情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 为何人类要遭受痛苦 让我们了解下痛苦产生的机制 今天早上 你是否看到太阳升起 百花西放 没有星星坠落 整个星系运转得很好 一切秩序尽然 今天 整个世界如此美好 但只是你头脑中的一个念头 就会让你相信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 本质上 痛苦会发生 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对生命的洞察力 他们的心理层面 变得比整个存在层面还要巨大 或根本上说 你将以微不足道的创造 变得比造物主的创造 还要重要 这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我们已经完全忘却了活着的意义 现在 头脑中的一个念头 或内在的一个情绪 都会决定你对生命的体验 整个世界运行得很好 但仅仅只是一个念头 或一个情绪 就能破坏一切 而且 你的念头和情绪 与你生活中的现实 甚至毫无关系 你所称为的我的头脑 实际上并不是你的 没有一个想法是你的 请仔细审查它 你所称为的我的头脑 只是社会的垃圾桶 每个人和每个路过的人 都会往你的头脑里 塞一点东西 你真的无法选择 去接受谁的 或不接受谁的 如果你说 我不喜欢这个人 你反而从他那里 接受更多 你真的没有选择 如果你懂得如何处理 和使用它 这个垃圾桶 也就是你的头脑 是有用的 你的头脑 所积累的印象和信息 只是对你在这个世界的生存 有用 但 这跟你是谁 没有丝毫关系 当我们说灵性修行 我们所指的是将注意力 从心理层面 转向存在层面 生命是关于此时此刻的创造 完全地以生命本然的方式 去领悟和体验 而不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式 扭曲生命 如果你想要进入存在的实相 简单地讲 你只需明白 你所想的和你所感觉的 并不重要 你的想法与真实毫无关联 它与你的生命没有太大关联 只是你从某处收集的荒谬的念头 正在喋喋不休 如果你认为它很重要 你就不会再去关注别的 你的注意力自然而然 就会转向任何你认为重要的东西上 如果你的思想和你的情绪是重要的 你的整个注意力自然就会在那里 但这只是一个心理现实 这跟存在没有关系 痛苦不会不请自来 它是人为制造的 而制造痛苦的机器 就在你的头脑里 是时候关闭这台痛苦制造机了 填装